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是 我也覺得好奇怪 所以說你在事後 你看現在海警大陸這邊的中國海警 也就派出了把多艘海警船派到了金門海域 包括在馬祖 一開始巡航了 對吧 其中包括有兩艘 你微博的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來介紹一下 不是就是那兩艘海警船 2022 541 2202 2202 541 來 什麼意思 他是這樣子的 這個派出來的這兩艘海警船的那個懸號 現在的那個懸號是2202和2203 這兩艘海警船 但是這兩艘海警船以前是解放軍的護衛艦 就是海軍的護衛艦 也就你們那邊叫巡防艦 是吧 他是相當於把海軍的巡防艦 拆除了一些這個海上作戰用的導彈 包括雷達有些東西拆了一些 然後拆掉了以後把它改成了海警船來使用 那麼這兩艘海警船的上面仍然保留了 他在做護衛艦時候的上面有一些 那個近戰的武器了 就是他有四門 他有四座那個雙管37毫米的這個炮塔 就是有四門火炮 在這個軍艦上 這個火炮呢 警艦 警艦 等於是軍艦的啦 等於是軍艦的 等於是軍艦的 等於是軍艦 他的這個殼體啊 包括就是他的船體啊 包括他的整個內部的構造 都是完全按照軍艦的標準來製作的 所以他肯定會比普通的這種海警船 或者說是這種普通的其他的商船 要揭實的多了 是 很強啊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他上面呢也搭載了這個四門雙管炮 那就是一共有八門這個自動炮了 這個炮的這個大致就相當於你們這邊的 這個軍艦上的那個伯夫斯40炮 就是相當於你們那邊一戶 這個老的那個洋之艦 洋之艦上面有那個伯夫斯的40炮 就是那個口徑那個威力 相當於他的威力 但是呢 那個火力的強度要比那個要大得多 因為他這有八門炮嘛 你那個一艘貨艦可能也就一兩門了 這個火力的近戰的火力是相當猛的 那麼對於那個台灣的這個在金門島也好 馬祖也好 這個區域裡面的那種比較小的這個海巡船 因為台灣的這些在這些地方執行的海巡船都比較小 一般都是幾十噸的十幾噸的 是吧 大一點的也頂多也就是上百噸了 或者數百噸的這樣一個級別 你說這一艘這種以這個海軍的護衛艦改裝的 這個船的排水量都是2500噸 火力又這麼猛 所以說那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 那把它從釣魚島專門把它釣過來 海軍專門把它這個這兩條船 是專門從這個釣魚島海域把它釣過來的 釣過來來放在這個地方的意味 實際上也已經很明顯 就是首先我在實力上面 在力量上面形成一個優勢的狀態 我在這個地方我先把它擺在這裡 擺在這裡然後我再來看你 看你後面的動作是怎麼樣 首先我把這兩條船調過來以後 放在這裡的目的是 為了防止你把事態進一步的升高 你這個事情已經惹了一個很大的麻煩了 搞出了這麼大的漁情 那麼我擔心你 在這個地方進一步的狗雞跳牆 又搞出很多的事情 因為雙方的情緒在上升 對不對 如果你站在一個第三方的角度來看 那就是這樣子 雙方的情緒在不斷的上升 在上升的狀態下 人家難免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是不是 那我就先派兩條大的軍艦在這裡放著 先把你震懾住 讓你冷靜下來 不要去做一些傻事 這是這個目的了 但是在我看來 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微博上面 也已經就這個事情發表過評論 實際上這個動作 第一個做得太晚 你應該在出事的當天 或者說是最多也就隔一天 是不是 你就應該來 他是隔了差不多三天 我記得三天以後 他才航行過來 才開始在這個地方進行行爐 當然這個不排除 因為他還要有一個準備 有一個準備的過程 是不是 這個也不好說 但是在當時的這種輿情一下起來的狀態下面 大家的期許得不到宣洩的狀態下面 你還這麼慢吞吞的 是吧 我準備好了以後我再過來 這種動作 這種動作本身 它的應對 對於像台灣這種島上的這種 這種媒體也好 這種政客也好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是吧 這就是下一頁我說的嘛 你看 我發的微博 我也是在當天 事發當天 我就已經把這個 把這個微博發出來了 對 而且我發出來了這個微博以後 我當時也在微博上仔細的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眾口一辭 就是所有的人對這個事情都極度的氣憤 極度的憤怒 因為這個日子是吧 你從西方的角度 這是情人節 你從中國人的角度 這是在過年 過年了 過年了 對過年了 你想想看 大年初五還在出海 還在撈魚的人 辛苦人 他們能是有錢人嗎 對 他們能是日子過得 還比較舒服的那種人嗎 他一定是過苦日子 那種窮苦人家 對 他在大年初五 他就出海 他要幹活 他要賺錢 要維持生計 是是 就這種人 被海峻搞死了 你想想看 哪個人心裡好想 對不對 這個咱們平平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所有的大陸這邊的公眾 那輿論 那一下當然也就炸了 對吧 但是這種炸了 就再到下一頁 實際上對於我來說 我對這個事情 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你可以看到下一頁 實際上我發了一個微博 但是這個姿態小 你這個姿態小 我就這麼說一下吧 我就說一下吧 就是這條微博 實際上我發出來 也是在這個 也是在這個 事發的第二天 五年前 我也是 正月初六 然後我就是那天 我也是冷靜的想了一下 然後我就把我以前的微博 就是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我翻了一下 OK 翻了以後一看 我的天呢 我從2019年開始 我就在關注這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就像新聞 這幾天新聞爆出來的一樣 就是從蔡英文上台了以後開始 海巡就在不斷的在兩岸之間製造摩擦 說的不好聽聽 他們就是在幹海盜的事情 就跟蘇馬里海盜沒有什麼區別 他們就是在綁人呢 在海上綁人呢 綁架綁完了以後 綁過去了以後 把船扣下來 把人扣下來 那是交書金 交了錢以後 我再放人 再放船 有可能還船我還不放 船我就直接扣了 然後把它賣掉 這不就是 這不就是蘇馬里海盜嗎 這有什麼區別 這跟蘇馬里海盜有什麼區別 對不對 所以說在當時實際上 我就已經不斷的在呼籲這個事情 希望大陸這邊能夠管一管 能夠說一下 起碼你 你即便是你在海上 你不直接對抗 行吧 你要跪你就跪吧 是吧 你至少 你通過你這個 兩岸的這個之間的聯絡的渠道 你能不能跟對方打個招呼 行不行 完全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這是讓我很氣憤的事情 所以說我把這個 我之前發的這個微博 我全部翻出來 我又寫了一個很長的微博 我準備把這個微博發出去的 發出去了以後 這個微博很快就被官方刪除了 我這個微博的閱讀量是4 是4 我正常情況下 每一條微博 起碼是幾千的 初六 初六的是不是 對我初六發的 這條微博就是只有四個人看過 這個微博就被刪掉了 你微博閱讀量好差 我都好幾萬 沒事 你百萬粉絲嗎 你是大病嗎 我是小病嗎 我跟你比不了 好了好了 真的被限流了 真的 這是很明顯的限流 就是說白了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邊的官方 我們這邊的官方 實際上他們是知道的 他們是知道這個情況 他們也怕吵 如果你真的要翻舊帳 你台灣那邊這幾天不是就在翻舊帳嗎 我們這邊也怕翻舊帳 你真的要把舊帳翻出來 沒人說這個事情嗎 我每次發微博底下沒有人回覆嗎 沒有人轉發嗎 沒有人 其他的大部分也沒有人提意見嗎 每一次都有 他們聽了嗎 他們做了沒有 有沒有改進 沒有 這就是最讓人氣憤的 你明明知道這個事情會發生 你不阻止他 你就認這個事情發生 我敢說這些人 這些部門裡面的這些官 對這兩個漁民的生命的消失 也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海巡是殺人的筷子手 是貴子手 這個後面的實際上兩岸的這些人 這些部門裡面的這些官們 沒有一個拖得了關係 真的你要追究責任的話 這些人都有責任 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陸的民眾的憤怒 都朝向了我們的這些部門 對不對 沒有一窩蜂的全去怪罪 這個台灣這邊 是不是 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海巡 這個事情顯然是最大的責任在他那 但是我們沒有 沒有把所有的怒火都對向你們那邊 對不對 我們這個怒火是更多的是對向了我們自己的這個政府裡面的這些部門 這是 這是目前在大陸上面出現的情況 是吧 然後就是你說到的 到了正月十五是吧 昨天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